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延了半个月之久 那依先生以为该当如何呢 斯贝勒尽可宽心 我已经派人进入城里 不出数日定有分晓 大人 何事 我刚在营前接下一名奸细 该如何处置 我们刚来中前所在一天 怎么会有奸细呢 这人鬼鬼祟祟 在营寨口转了好几圈 该有得住问话 却什么都不肯说 分明就是奸细 你去 把他带来见我 是 大人 人已带到 跪下 我问你 你是何人 你是耳朵的龙吗 没听到监军大人在问你话吗 说 你到底是何人 为什么来我们中前所 你的官可有经约大人的 若是没有 我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咱这辽东三府的兵马 可都归在监军大人管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说 我 我是前屯卫赵将军 派出来求援兵的 前屯卫 赵将军 半月前 赵将军把那八千流民 和两千残兵 收在了前屯卫城里 不曾想 那建州的黄奈吉 没来打我们 倒是那一万蒙古兵 把我们给围了 赵将军苦守了半个月 好不容易盼到这 朝廷派来的精略大人 就让小的送信搬救兵 没想到 那精略大人一听说 是蒙古人围了城 理都没理 也不给答复 小的实在没办法 突然见到 中前所多了这么一只兵马 就想过来问问 看能不能救赵将军 没想到 刚到寨门口 就被这位将军给捉了 不用看了 前屯卫城此去西北八十里 北上可靠宁远 南下可去山海关 这么重要的地方 为何王大人不救呢 这还不简单 怕跟蒙古人打架 皇上揍他屁股呀 此人定是奸细 别听他的话 要我说 直接拉出去斩了 大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 小的句句属实 绝无办法讲话 是吗 照你这么说 蒙古大军围困前团未成 必定有不少军队啊 你们赵将军 可是有名的长跑将军 这怎么守得住半个月啊 好啊 竟然是过来耍我们的 说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大人 小的没有说谎啊 大人 那赵将军一开始 是向西城逃跑来着 后来不知从哪儿 降下来天神 把这前团未防守 安排的是滴水不漏啊 这样才挡住了蒙古大军 半个月 天神 还神神鬼鬼的 天神长什么样啊 拉拉踏踏踏 跟技工一样的 自称是清静散人 叫成本职 成本职 一兄 怎么 你认识此人 成本职不应该啊 他怎么会来辽东 又是怎么稀里糊涂的 进了前团未 不是他 肯定不是他 我问你 说实话 蒙古大军围困前退未成 你们赵将军 和你口中的那个天神 是怎么守住半个月的 说 那个程先生 把城里的一万军民 分作两拨 会打仗有经验的 守东南两门 没有经验的 就守西北两门 还让赵将军领三百军 躲在城外 只在 银石 卫石 还有鸭石出击 打一圈就跑 这是什么乱法子 就这个法子 能守住半个月 站起来说话 谢谢大人 这 这半个月下来 咱们的人损失了一半 那蒙古人下风向玩命啊 这 这赵将军实在撑不住了 还望大人速发援兵 救救赵将军吧 将军 万万不可煽动 咱们要是私自去救 王金瑞他必定要治咱们的罪 这可是五千条性命 我能借此不救吗 这 咱们可以救命不救急啊 好 你速速回去 通知你们赵将军 明日银石 弃城 带领五千人退守胡仙沟 援军不日便到 弃城 那赵将军能信我说的话吗 他若是不信 你就把胡仙沟这三个字 告诉成本直 他自然会知道 这其中的奥妙 还不快去 是 大人 快去 大人 咱还真要去救啊 那当然 你立刻背两匹快马 我马上去精略府 领命 站住 我是山海关监军袁冲焕 我要求见精略大人 袁将军稍等 袁大哥你别着急 相信那个口门王 会理解你的苦衷 给你调剥兵马的 但愿吧 精略王大人帐下校尉 见过袁大人 刘校尉 是否王大人 允许发兵了 精略大人说了 监军大人定是为了 前屯卫求援而来 特让末将来给监军大人答复 王大人的军令是 兵马新到山海 不可煽动 这 这可是五千性命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让我见见精略大人 袁大人 别让末将为难 你跟王金律说 就说监军大人 已经安排妥道 不会与蒙古军正面冲突的 只求三千兵马前行 拜托 末将 这就回禀王大人 你着什么急啊你 军情十万火急 我能不急吗 急有什么用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才行啊 你放心 我这话地道了 他肯定会给你发病的 那怎么说啊 是维兄的错了 你没错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来了 来 大人怎么说 回监军大人的话 精略王大人说了 既然监军大人 已安排妥当 自然该救 王大人还说 让监军大人自信决断 不必请示 回精略大人的话 充换定不如使命 来 西约斯贝勒 蒙古军花拉子墨将军 副将求见 让他进来 是 来 启禀大金 似备了将军 我蒙古大军 已昨夜 攻破了乾吞卫城 特来向将军贺喜 好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请转告你们花拉子墨将军 我黄太极 不日便到乾吞卫城以防 花拉子墨将军 要我问你 这剩下的酬金 何时到 既然破成 我黄太极 绝不会失信于人 请将军放心 黄太极 必会双手奉上 剩余酬金 以谢将军 多谢大金 四位乐将军 先生 先生 乾吞卫城 半月未下 如今得破 如今得破 先生为何不惜反忧啊 就是因为半月未下 突然暴劫 我才觉得奇怪 怎么 怎么 难道说乾吞卫城并未攻下 华拉子墨将军 骗我不成 按理说 那 就突然弃城而逃了呢 既如此 我军 当即刻发兵 前通未成 四倍了不可 现在我安插在赵帅教身边的人 还并没有暴露 所以 咱们暂且按兵不动 再看几天 静观其变就是了 让百姓推到山洞里 兄弟们在胡香沟入口处把守 是 百姓全部进入山洞休息 弟兄们 随我把守胡香沟入口 四倍了 果然如此 胡香沟一手难攻 退于此处待缘 是乃用兵之上策 是啊 放着乾吞卫城不守 却绕开蒙古兵 退入胡香沟 为何 先生的意思是 山海关那边已有策动 令赵帅教主动弃城待缘 好避开与蒙古大军的正面交锋 坐等接应 区区一个王在晋 不过是个平庸之辈 他断然想不出此策略来 所以我想 在乾吞卫 一定有高人指点 那医先生之间 我军接下来该如何 他既然要守 咱们就偏偏不让他联动 这赵帅教退到胡香沟 自然是一妙计 但是他们却忘了 只要我们切断 他与山海关的联系 一切妙计皆是枉然 到那个时候 再困他几天 然后我军 以蒙虎铺石之势 一举将其歼灭 拿下乾吞卫 便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露探子怎么样 打探清楚了 赵将军的五千军民 就在这胡香沟里 送信的兄弟 没骗子 走 走 佳大人 咱们什么时候去打仗 你才离开家乡多久啊 就那么着急建功立业啊 不是我 我这把刀都等了很久了 就盼着赶紧开打呢 放心吧 有你吃成疆场 建功立业的时候 易熊呢 易大哥 今天一早就看到他跟乞丐胡三 一块儿出去了 说是昨晚突然想到 胡仙沟那儿还有一事不妥 哦 对了 他说把这个交给你 坏了 又出大事了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呢 我以为易大哥是去捉胡仙 就没在意 可可 墨将在 你暂时替我掌管三军 马上帅队出发 再离胡仙沟三十里处 驻扎下来 等我命令 墨将领命 交代人的我呢 你随他一起去 走 小心 慢慢地 可能 你 У 阿撞 能领 让双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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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轻点 放开 你是何人 为何浮予我压顶监视 你就是长跑将军赵摔跤 没错 是我 我问你 你可是黄太极的戏作 你们大军已经到了何处 你们是不是派了一个难民小哥 向王金略 球员来着 还带回了话 让赵将军诈降县城 退守胡仙高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将军 莫与他多话 先杀了才说 定是黄太极的奸细 没错 胡仙高 确有奸细 先生 为何心神不定 难道今夜出兵不妥吗 据我的人来报 这胡仙高地形险峻 一手难攻 再加上赵帅教有两千精兵 皆是保战之士 他们已经分三面把守 滴水不漏 此时贸然发兵 极其不妥呀 先生之计甚是妥当 不过先生常说 战机转瞬即逝 如今局势有变 赵帅教下定殊死抵抗之心 我若再延误战机的话 等到山海关的援军一到 再想巧 怕是万难哪 我认为 挨兵必胜 困是困不死了 而且傅涵将领一催再催 倘若我再无行动 那死的就不是他赵帅教 还是我皇太极了 中将听令 是 今日令三千骑兵休长 民臣某时出发 领命 启禁大人 驻扎在中千锁的袁建军 于今日午时率军开拔 去了胡仙宫 看来老夫这自行决断 不必请示的好意 他袁崇幻是不领情啊 京城西春楼这酒 他是白喝了 那 要不要晓得 率军前去接应 袁崇幻要如此本身 用得着你去接应吗 老臣带着 是 那个赵帅教室出了名的胆小鬼 袁崇幻去救他 哼 自寻死路罢了 亲密大人 还有警示 说 宫里的魏公公 差点人到了 催问巴黎堡 见重城的事 您看 催催催 就知道一个劲地催 告诉他 张沐已在座 不锐急报朝廷 去 莫讲遵命 袁将军 你们家公子呢 我们家公子 被一伙人抓到后面的山洞里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身边保护他 本来是一起走的 后来 发现了一个奸细 公子就让我跟去了 他一个人就走了 没事 我们家公子天不怕地不怕 这不 他让我在这儿等你 快 快去 是 是 你凭什么说我这狐仙沟里 有皇太极的奸细 将军可知 那个四狗 哦 就那个皇太极仗下 他仗下 有一聪明绝顶 狡猾过头的谋士 叫范文成 这个范文成啊 是铁了心要做祥臣 实在可恶 不过呢 他的手段和谋略 却是一流的 而且啊 他尤其善用流民奸细 将军 也算是 杀场速将了 想必在跑的过程中也纳门 怎么这仗还没开打 就时常有人散布谣言 乱我军心啊 更甚者 还时常有人做内应 或杀我将士 或放烈火 或开城门 理应外合 让你为战而先败 皇太极 还有一事不明 还望 先生赐教 赐教二字不敢当 赐贝勒有什么事 直说便是了 先生 所用之细组 大都不相识 却为何能够各尽其用 屡见功劳呢 大汗发明 记得是七大恨的义气 文成所那之人 绝大部分 都是朝廷迫害的文臣武将之后 各个皆怀有三大恨或五大恨 他们是与朝廷为敌 至此不渝 此为其一 其二 文成善于察言观色 通常会用一个 人人都会用 人人都会做的笨办法 好啊 什么办法 徐义高官厚禄 赏亿金钱美玉 而且这个范文成啊 最拿手的笼络人心之道 那便是 爱财者可重用 不爱财者可用 心里爱财又假装不爱财者 不可用 钱财 只是一个策略 因人而异 加以利用 便有大收益 徐义高官厚禄 金银美姬而不动声色者 必是君子 君子者 所谋者大 所虑者远 有志向 有情操 这样的人 一定要全用 不遗余力 还有些人啊 心里装着功名利禄 眼中坠着金银财宝 却是百般推诿 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的小人 这种人啊 便会被当作戏组 许高官厚禄 而手舞足蹈 且欣然接受者 这样的人 必定是名利之徒 名利者 所谋者小 所虑者尽 只能扮用 不能全用 他们这种人啊 特点就是善于伪装 极其激情 杀人放火 散布谣言 是最为拿手的 想必 赵将军你麾下 怕是不在少数吧 先生之谋 堪比三国之诸葛 洪武之流姬 皇太极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请问先生 赵帅教军中 先生的戏作有几位 不多 三五人足以 一人便可降一程 何况三五人 想必所传消息 必不会错 赵帅教确实心生执念 是要与我血战到底 此刻发兵 最为何事 你若不是皇太极的细作 为何对他军中手段 了解得如此清楚 说 你们大军已经到了何处 我说你这腿跑得快 脑子怎么转得这么不快啊 我要是细索能被你抓住吗 还能在这儿跟你废话半天 将军 小的现在就砍了他 住手 刘大哥 刘大哥 快救我 你没事吧 你们又是何人 我乃沙海关监军袁崇瀚 见过赵将军 堂堂的武品监军 怎么会亲自来我们这里 这是我的官凭文书 你看便知 昨夜赵将军的求援书信 已经到了山海关经略府 王大人不曾答复 进而转到了在下的 中前所驻军处 这才有了赵将军 退守胡仙沟 守军代言的情况 末将不是监军大人亲王 无以冒犯 万往恕罪 赵将军请起吧 诸位请起 大人 赵将军不要在意 我义兄美人乖利 但所言非虚 还有这位胡三兄弟 也是亲眼所见 在这胡仙沟 的确有细作出谋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此刻赵将军 退守胡仙沟的消息 早已经传到了 皇太极的帐中 自闭了将令 三个十尘之内 务必找到胡仙沟 怠慢不前者 杀武士 那依监军大人的意思是 本来呢 我袁大哥是要带着大军 来接你回家的 谁知道你这赵短腿 格要旅动兵不是好人心 还把监军大人的 传命钦差给绑了 现在呢 治军不严 还暴露了监军大人的行踪 最佳一等 最佳一等 我袁大哥的好点子 好想法 全都都楼给了细作 你说吧 赵短腿 怎么处置你好 义兄 不可胡闹 去赵木相胜人头便是 赵将军言重了 请请吧 现如今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先找出这个细作 吵什么吵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吵吵闹闹的 叫了善人的好梦 先生 为了几个细作 你们几个喋喋不休地 闹了半天 有这功夫 还不如趁着天气好 好好睡一觉 监军大人 此乃辽东明氏 成本职 程先生 在下袁冲焕 见过程先生 不知道程先生有何妙计 能助我们找到这细作 对啊 说说 让小爷我也听听 妙计没有 闹点子倒是有一螺筐 众军提令 随我速速驰援胡仙沟 不得怠慢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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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兄弟们 建功立业 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随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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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出海 杀 是 天启二年秋 袁崇幻与黄太极 在凉水河战场初次交锋 斩杀敌球三百余 佳大人 来 给您倒酒 今天打得真不过瘾 要不是黄太极跑得快啊 我早就取了他的向上人头了 得了吧你 来 要不是将军军令如山 召你回来 我看你能跑到沈阳去 此战 多亏监军大人运筹帷幄 才能获此大胜 率较征战多年 从未像今天这般痛快过 赵将军何必多礼呢 坐下说 要不是因为程先生 利用戏作 用反监计 又拿黄太极上钩 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胜利 这次初次与黄太极的 建州铁骑交手 虽斩敌三百 我们也伤亡很大 这黄太极啊 不愧是带兵的高手 沙场的汉将啊 是啊 将军出道深海关 驻军中前所不过几天 便能有此胜 实属不易 再说了 来日方长 日后 有的是咱兄弟 杀敌建功的机会 就是就是 依我看 该难过伤心的 应该是黄太极才对 是啊 范先生是汉人 称鲁元帅 何为鲁 何为正 锦州百万军民冤魂的哀嚎少 难道先生听不到吗 我千里握头 因剑州逆斥而化作白地 这是生灵涂炭 您不聊生 难道先生看不见吗 先生生在辽东 养在汉子 实军之路 却不思中军报夺 反而助纣为虐 涂炭相子 您有何面目在我面前 大言不惭 言之糟糟 这凉水河一战 始终有一个人没有出现 不好 速回前段位 快 好 元兄 文成在这儿 恭候多时了 这柳城河一别 已有数月 没想到 元兄摇身一变 成了正五品监军了 文成在这儿 恭喜元兄了 老板 上场 启禀大人 山海关监军元重焕 带着前屯败将 赵帅叫回来了 人救回来了 人是救回来了 只是 他们把前同位给丢了 人呢 在外面候着呢 这个元重焕来了一声不吭的 就跪在衙门口 父亲请罪 还是做给众人看的 大人 不管他是不是在作息 咱们正好趁机将他拿下 致他可擅离职守 妄动容姬之罪 以绝后患 刘小薇 去给本不愿取支箱来 老夫得亮他一亮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す – 出痛甜的 哎呀 辽东府的衙门 深啊 不好贵啊 这 这 远大人 远大人 你 你这是何苦呢 罪讲袁冲焕 出事不力 请惊略大人 治罪 刘校尉 你是如何当职的 袁大人堂堂山海关监军 跪在惊略府门前 跪在大庭广众之下 成何天统 为何不早些禀报 属下见惊略大人畏气 不敢打巧 这才 怠慢之处 还望袁大人恕罪 糊涂 再有此等事定严惩不呆 本不愿怠慢了袁大人啊 袁大人快快请起 实在对不住 无理切无理请 走走走 赵将军这一跪 再想起来 难 听了回禀 方知袁大人 在外等候多时 本不愿意疏忽了 疏忽了 袁大人 失礼失礼啊 静略大人 罪将出事不力 致使城池丢失 请大人输罪 袁大人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袁大人何罪之有呢 袁大人是大大的有功嘛 剑州逆斥为祸以来 朝廷在辽东是屡战屡败 袁大人以区区三千人马 斩敌三百手 何等了得呀 前屯未丢了 改天袁大人再去把他拿回来 不就行了吗 况且 此意袁大人以身犯险 救出辽东生民三千兵是两千 仅凭此 本不也要奏请朝廷 为袁大人请功加决 败君之将 何敢言勇 又怎敢领功情商 崇嬛愧不敢当 崇嬛愿自贬为君头 以井效用 袁大人不必如此 本不愿便奏请朝廷 生袁大人为宁前兵备千事 于宁前卫六州合一线驻军 袁大人地下如何呀 崇嬛 崇嬛愿自贬为君 谢过靖略大人 来呀 传罪将赵摔招 遵命 赵将军 靖略大人传你进去 沈儿童主 卫六州合一线戏 为宁前赵摔招 此外 见过敬略大人 见过大人 赵帅教 你可知罪啊 末将知罪 自认甘州都司以来 美战无不是千言窃战 不战先推 只是官城南狱 建州逆齿猖獗 此意更是率两千败军溃逃 请全城五千军民与不顾 若不是袁大人冒死相救 定会酿手大祸 说 如何处置